作曲 李宗盛 只是丢了热闹 明明习惯 地贴的熄攘 却晚点停靠 下个春天 可能会迟到 但绝不会出逃 回着的路 或许有点绕 但一定能走到 我知道 最难熬的告别 是彼此不能拥抱 最勇敢的你心往往摇 背对人潮 唱也好 最如常的破晓 一定会复月刚好 最向往的时光 是一如既往就好 我默默望着 城市的灯光 随着心事 随着心事 大药 静静等着 窗外的树梢 张出了 喧� 我 我 我知道 最难熬的告别 是彼此不能拥抱 最勇敢的你心往往摇 背对人潮 唱也好 最如常的破晓 一定会复月 一定会复月刚好 最向往的时光 是一如既往就好 我知道 最美好的告别 是彼此不能拥抱 最勇敢的你心往往摇 背对人潮 唱也好 最如常的破晓 一定会复月刚好 最向往的时光 是一如既往就好 最简单的问号 是别来无恙就好 中配度级必须宣誓 效忠台湾 也必须比照外派经过 基础公民权益考试 若涉及对台统战工作等 以及反渗透法 收受现金等行为 护证机关即可注销 在台户籍登记 但来台26年的中配 顾锡君对于要宣誓效忠 才能入籍 气得跳脚 我们百分之一百的姐妹都会同意宣誓的 外籍这样子 我们也这样子 那我们都可以愿意的 万一又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有国际团队 还是中国的公民 中国大陆给我们这些待遇 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打压 而且是兼具软硬两手 中国科考船从去年9月至今 对台海的侵犯的行动已经是多达了9次 这也让各界担心 中国对台的姿态 是不是比去年更强硬了呢 英国金融时报就指出了 中国派遣这个无人科考船 拥有人工智慧 控制可以这样自主的导航系统 甚至可以搭载50架的无人机 要来企图去混淆科学 还有军事的航行 更表示中国经常是利用政府 还有军方的下属 来研究机构的船舶 在争议的水域宣示主权 其中就包含了南海的经济区 另外也近日在日本 以及美国的领土官岛和印度洋等区域 是进行广泛的勘测 而这些地区对于美中恐怕是成为了海战的关键 而发生在金门快艇事件之后 中国也在24号的时候是召开了对台的工作会议 全国政协主席王布宁他就明确就表示了 打击台独分裂要遏止台湾的这个外部的势力干涉 国政基金会他们就认为啦 还得持续在观察表露 中国对台的态度可能比去年更加强硬了一些些 也认为中国对台的工作会议和金门的事件关联 除非再有新的事情发生 不然目前不会将世界外溢延烧 主持人的战友好 战友好 今天又把你战友请回来 然后跟大家聊聊台湾 这个战友很辛苦 昨天晚上红了一晚上的这个宝宝 非常非常辛苦 那今天还是坚持来和大家一起这个做节目 那战友先和大家打招呼吧 哈喽 飞飞好 小姐好 这个全球在我们 大家好 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 又可以再次上飞飞秀了 然后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这个中共到底会不会打台湾啊 现在是我们知道是24年的 三月已经过了大半了 三月已经过了大半了 马上可能就我们会到 我们非常一直期待这个520啊 之前我们还要经过这个断波门的419啊 最近这件事情都是非常 就是紧凑凑在一起 那么这两天呢 也是世界上发生了这个战争方面啊 发生了很多 或者暴力事件上面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巨变 那就不得不让我们又回到了 我们其实之前一直讨论的一个问题 叫做中共会不会打台湾 那么台湾现在内部到底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首先先让大牛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飞飞 这个先回应你说 到底会不会打台湾 这个大家有看这个爆料革命的 这七哥已经不断在讲肯定会打台湾 一定会打台湾 而且这个我个人觉得它的直接影响的关系呢 就是刚这个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跟飞飞有聊到 就是整个是直接是习的这个政权到底稳不稳固 会直接去影响到它最终要不要对台湾这个动武 那当然在说这个岛内的一些事情之前呢 还是先带一下 就是因为前几周有提到嘛 就是好像最近台湾就在大选之后 哇 台湾的能见度是这个不断的提升 主要就是以美国为首这些民主联盟 不断的向台湾递出这个橄榄枝 那本周的热点是什么 美军直接进驻台湾了 哇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新闻 尤其我在看一些对岸的这个一些报纸 一些报道他们写 为什么呢 因为从1979年这个美国和中共建交之后 然后台湾跟美国经历了那时候断交 废约撤军三个步骤 就非常少听到这个美军驻台的消息 那当然之前可能有听过一些零星的美军 跟台湾这边有一些合作 比如说像是这一次 今天我看到那个小铁座的这个海报的一个雷达战 台湾有一个雷达战 其实是由直接是由美军在驻守的 那当然之前都没有这个直接公开去说 什么美军在台湾 但这一次呢 其实是非常异常的 这个是全部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当然美国方面呢 他也没有否认 他也没有承认 等同其实就是告诉全世界说 现在美军在台湾了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上一周 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年度预算 他首次直接单独列了台湾 而且他报告里面还提到说 这个是历史性的一个投资 就是他们要展现对台湾的一个承诺 那当然也可以看到 这个英国的这个外相 这个卡麦隆 他说这个台湾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国际能见度的这个问题了 现在是这个台海的这个安全 他这个台海如果一旦受到影响的话 他带来的这个经济灾难 恐怕会比2020年的这个疫情还要大 包括这个王毅跟澳洲的外长会面的时候 澳洲外长也直接提到了 你跟我谈这个我们两国之间合作 这个我很关注台海 台湾的问题你们要注意一点 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台湾的问题 它已经不是说在国际能见度大增的 这样子一个层面上面了 而是大家都关注台海的安全 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肯定就是AI的芯片的 我们今天台湾的这个媒体报道什么 哇 其实是有点嚣张啊 他说什么 台积电的这个AI芯片 市占率达到多少 达到百分之百 直接垄断 很夸张的 那最近也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那个AI的这个皮衣教主 黄仁勋 他这个拿着红酒杯 然后到这个在矽谷的台湾人的这个餐会 上面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电脑革命就是AI革命 人类正在用全新的方式做这些事情 台湾就在这个革命的中心点 所以说可以看到就AI的这个芯片 它现在的这个重要的地位 就好像二次世界大战中东石油 它对于两双方都是这么重要的地位 那肯定就是现在两方就是民主跟专制 这两方的这个阵营 肯定都不希望这个AI芯片被对方拿走 那当然我们这个2020年才刚刚经历 共党放出这个生化病毒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说 如果今天真的AI芯片 就台湾在被共党拿走了之后 他会用这个AI芯片怎么样来奴役全人类 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刚刚提到的美国 以美国为主的这些民主联盟 他不断的用各种声援 保护军援各种方式 他在这个嚇阻台海的战争的这个爆发 但是呢共党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呢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 共党呢它是在台湾的外岛 不断的在这个闹事 制造很多的这个紧张的这个情势 那当然呢这个我也相信 就因为随着这个情势越来 墙内的情势越来越这个急迫 然后还有越来越靠近这个年底 美国的这个大选 就国际挺台的行动肯定是会越来越多 但是台海这个零星的这种冲突 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多 这主要就是因为刚提到的这个芯片呢 还有民主跟台湾的一个战略地位的 这个价值 就是因为是美共他都不可丢失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呢 首先要提醒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民众 一定要做好各种的准备 千万不要这个乐极生悲 因为最近台股又占上了一个新高两万点 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 砸锅卖铁全部都去投入到这个股票的市场当中了 我先分享到这 菲菲 这个感谢大牛的分享 大牛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这个是AI芯片 如果这个AI芯片正如这个皮胰教主所说 是占这么大的这个比例的话 那台湾就更加危险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句话 叫做未来算力就是实力 这个事情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不要仅仅看 它是一个这个AI的芯片 我们不要把眼光看到这个AI就是 ChatGBT啊 帮我们做点数学题啊 给我回答一些答案 或者稍微想得远一点 是监控人类啊什么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郭先生一直把几项东西都放在一起的 这个量子电脑 AI技术 卫星技术 区块链 量子电脑和区块链 我虽然把它分开来讲 但这两件事情 其实坦白讲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 这两件事情是关系到 全世界的钱 未来是谁可以掌控的 因为这个算法背后就是一个算力 就你的算法 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就是说 这个稍微跟大家多讲一些 就是你的数字货币的 你的运算的这个速度 你的数字货币的质量 你对于数字货币这个 我们知道说现在就是区块链 你对于账本的控制 绝对的就取决于你的算力 就是说你的算力 可以变成一个垄断力量 可以变成一个你的垄断力量 所以台湾不仅仅是一个小岛 台湾和台湾岛上的芯片 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所以这个对共产党来说 太有吸引力了 那么我们先不把这个话题扯远了 先这个大牛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台湾这边好像还有一个 这两天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这个外岛事件 这个事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牛 好的 佩佩 这个确实是 就是在这个 相信大家也这样我们都知道 这个其实这个外岛的这个事件 回到最一开始 应该是到2月5号 2月5号呢 当时是台湾的媒体先报导了什么 报导说美国2023的国防授权法案 要求美军特战部队的人 要进驻到台湾的里岛 金门澎湖来协助训练 这是2月5号的新闻 2月6号呢 央视马上说什么 央视马上就说 美方如果派人常驻金门 美方挑衅 必遭回击 2月14号就大概在8天之后 在金门就发生了首次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 三无船只的这个翻船事件 那接下来呢 在3月份接连几天 尤其最夸张的 那时候海跟飞飞 就我们在私讯的时候还提到 真的很夸张 连续三天都有共挡的 后来已经不是三无船只了 就真的是那个渔船的 他有编号的是渔船 直接是渔船 直接翻船 然后又是什么两个人落海 每天都两个人 每天都翻船 每天都落海 那时候海跟飞飞开玩笑说 我说哇 这个在中东是这种 自杀式的这个肉弹的 汽油弹的这种肉弹炸弹的攻击 人生炸弹的攻击 哇 就在这个中共这边的自杀式攻击 原来是开着渔船 然后到这边来自己翻船 然后把人自杀式的这个就逆斑了 等同这种恐怖攻击的 这种自杀式的攻击 在3月份接连的几天是连续 就今天明天后天连续的 在这个也是在金门的这个海域的附近 结果引来什么事情 下一步就引来中共的海警船 接下来几天 他就常态性的在金门的附近 直接出现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禁止的 禁止的这个海域当中 然后又传出什么 然后过了几天又传出说 马祖 台湾有一块岛叫马祖 马祖上面被人家插五星旗了 哇这个引起网路上也是双方的这个比赞 哇在这些吵来吵去 然后又传出什么 又传出说台湾最近有两名钓客 很巧就在这个这么诡异的时刻 这么紧张的时刻 两名钓客在金门的外海钓鱼 结果掉着掉着船没有油了 然后一样船也翻船了 然后他们到最后飘到了这个福建 被福建当局抓住了 然后现在两个人还在这个 大陆这边还没有回来 然后再传出其中有一个人 是军人的身份 你看这个有多巧 就这么的巧全部发生了 然后呢这个也都还不够这个夸张 最夸张的是什么呢 最夸张的是现在台湾岛内的 这个卖台贼 卖台贼们要求什么 要求蔡英文总统要到台湾 非常偏远的一个岛 叫太平岛上面去宣示主权 为什么说很夸张呢 大家应该都记得 裴洛西来台的时候 哇我们的战友 对包括七哥 然后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很多台湾的民众在当地 都非常的兴奋 哇这历史性的一刻 裴洛西来台湾 这个就是台湾 可以说是你宣示主权最好的机会 当时这些卖台贼在干嘛 哇你这个裴洛西来 对不对 让两岸升温 然后什么这个 共党后来演习了 这是你民进党造成的 你裴洛西也是台独分子 什么跟共党在那边一起骂 这个裴洛西 然后现在反而 他搞过来要蔡英文 到外岛上面去宣示主权 你就知道 这个有多荒谬了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 从我刚刚提的2月5号开始 这个帆船事件 一系列这些事件开始之后 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 他已经在这短短的 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他到中共去访问两次 这个他每次去都非常的奇特 他最近就2022年 第一次去的时间点 就在佩洛西访台 佩洛西访台之际 夏立言就到中共去访问 然后再来是去年 炒得沸沸扬扬的蓝白河 最一开始说这个蓝白河 但最后不合先不管 就最一开始提出这个蓝白河 就是在夏立言 他去年9月到中共去访问 访问一回来过没两天 马上就传出说 马英九出来协调要蓝白河 所以说呢 那你说我就在怀疑了 这个夏立言 你现在到这个中共去 到大陆去 你是不是这个因为电子设备 传递圣子这个不安全 所以你要人去接受圣子 然后回来呢 就跟这个告诉这个 这个卖台的这些立委说 要蔡英文到这个外岛去 那当然这个 首先要先跟 在我们一起讲一个 就外岛其实这个东西 在台湾的这些外岛 它有一个 可以说是比较真空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因为美国对台湾的 这些保护的法案 比如台湾关系法 还有三公报这些 反正它是基于什么 它基于台湾的这个当局 就台湾的他们的定义 在法理上的定义 台湾只有台湾本岛 跟澎湖群岛而已 为什么只有台湾本岛 跟澎湖群岛 是因为当年二战之后 日本把这个 因为当时马关条约割绕 所以把台湾割给日本 那是只有割台湾跟澎湖而已 没有什么金门 刚讲什么金门 马祖太平岛什么 都没有这些 这些其实叫什么 这些其实是国民党 带来的一个产物或遗物 就当时是因为国共 他们战争 他退败 他到台湾来了之后 他把这些外岛 他也都一并的 他就说中华民国 退到这些上面来 但是你在国际的法理上面来讲 其实根本没有 美国他其实只保护台湾 这个岛还有澎湖而已 他不包括金门 马祖跟其他的外岛 所以说 那你看 为什么现在共党 他去利用这些 都挑什么金门 刚提到马祖 然后叫蔡英文去太平岛 都挑这些地方 他怎么不敢去弄澎湖 他去挑这些外岛 就代表他也知道 他就在利用这些模糊的空间 然后去制造出一些乱象 当然制造出这些乱象之后 那就有衍生出很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 我就随便举几个可能性 比如说现在金门 金门一直发生这样的事件 如果说中共的海警船 常态性的包围 甚至是跟我们的这个渔船出去的这些渔民 甚至发生一些这个冲突了之后 金门的这个卖台贼 率先先喊出说 我们要这个跟这个中共和谈 我们要跟中共签这个什么和平协议什么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为什么很大问题 这个时间在推回到去年郭台铭参选的时候 郭台铭参选的时候 当时大家应该都记得 他跟这个柯文哲都到金门去提倡什么 他们去提倡和平协议 说我们两岸不要这个 这个一直处于这种兵凶占围的状态 我们两岸可以和谈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民进党什么台独分子造成的 然后最终他讲什么 最终说我们就是希望跟习近平来签署和平协议 当时其实就很多的台湾的这个学者就讲了 他说你和平协议跟和平条约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 和平协议它是国与国之间发生内乱的时候 他签的叫和平协议 如果和平条约才是国与国之间发生了战争之后 我们两个都不要打仗 我们签的叫做和平条约 所以你看他就玩这种文字游戏 就这只是其中一个举例 就比如说他会不会故意跳出来说 我们两岸不要再吵了 我们来签这个和平协议 OK 如果说让金门人去投票 就金门人都通过说 对好我们来投票 我们来签这个和平协议 国际上不是说看你去签这个和平协议 而是说看你说 你自己认同说你属于一中 你是接受九二共识底下 就是你是国内嘛 你是国内战争才会去签这个和平协议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国际又会怎么去看你台湾民众的一个选择 甚至从外岛再去牵连到台湾本岛的一些 甚至举办一些公投啊等等的 去误导台湾的民众 去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然后甚至是亲手去将台湾送给中共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呼应一下大牛现在提出来的说 这些诡异的事件 就是说他们让这个蔡英文要去外岛去宣誓主权 然后呢现在也提出了说 是说这个就是美国有进驻台湾 然后要可能就是有一种武力威胁在这边 那么美国这边他放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 两天前啊两天前这个布伦伯格 我们都知道布伦伯格和中共的某一派 那是关系相当的密切的 他又说了他说这个中共国啊 他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完全一个备战状态 准备2027年要攻打台湾 然后他说他提到了几个问题啊 他说现在中共国的这个军备开支呢 几乎已经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备开支 要要相相并齐了 那么他说呢他整个这个兵工厂呢 基本上已经是这个充分的开始就是工作和运转了 当然里面没有什么太多太多的细节 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大标题就是已经是很吓人了 已经说但是全面准备 然后2027年要侵入台湾 那么这个包括他他们还有说什么中共军队啊 最近一直对台湾有增加很多的这个军事压力 包括有很多的35架飞机 好像一直在在台湾这边飞是前所未有的这种飞 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局势啊 就是说特别复杂 就包括大牛刚刚讲到的是说是蓝白河这个问题 我们一直讨论说蓝白河问题 一直我们就认为说共产党他不是铁板一块 蓝白河的问题里面也夹杂了他很多的这个党派的斗争 那么蓝白最近合起来 其实我们在配合到大陆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说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大陆现在在这个两会 以前前后后 这习近平是进行了一大批的清洗 那包括这个昨天的这个长老哥的这个直播里面 也谈到了说这个孟建柱啊 这孟建柱这大坏蛋可能已经被抓了 而且这个据我们相关的消息了解到 孟建柱在上海的这个资产是被大面积的清洗 所以包括前两天我们还发现一个这个非常诡异的情况 也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那个北京银行的那个叫严冰竹的这个人啊 这个这个人是原来是这个 哎他叫什么不是曾庆红了 是叫贾庆龄的大马仔 是贾庆龄的手把手的大马仔 那这个贾庆龄又是习近平就习近平原来是被提拔上来 就他能坐上这个位置是贾庆龄举荐的 就当时这一堆一堆人都有可能这个上台 但是最后是贾庆龄给大家提了这个人 说啊这个人相当不错啊 这个你们也没什么太好的人选就他吧 他居然把他的这个就是好像他的伯乐的大马仔也给咔嚓了 就现在说明整个中共的他现在的内斗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白热化的这种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对于台湾这边他的这种做法也就不奇怪了 就是说他现在要把这个压力要输出到这个台湾 那么我就不知道是台湾人民自己是怎么来看待这个这件事情的 他你们台湾人有没有觉得有有紧张啊 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应对啊 或者说是想要和谈啊这些这些想法 嗯这个看台湾的股市就知道了 最近这个真的很夸张 就是身边所有的我的朋友 以前看他发这个FB的这个Bestfoot的这个动态嘛 都都没有看过还在买股票 最近都在开始啊这个哪一支股票 你知道台湾最近还还有一档股票 你知道夸张到怎么样吗 夸张到是直接政府就直接啊 他不是那个就反正他宣布 宣布说哎你不要再买了 这支股票禁止了 已经不能买了 夸张到这样子 所以你从这样子反推你说 最近也有一个民调嘛 他问台湾民众说你觉得两岸会有战争吗 高达五成以上的这个民众都不觉得两岸有战争 其中其实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是怎么样 就是有一半的人认为说 就是之前我们讲的就啊 已经这么久了 怎么可能会打 要打着就温水土青蛙 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不可能 他们被温水土青蛙 就他不可能会打 另外一个心态 另外一种心态 其实就回到刚刚的 台湾的芯片的重要 就台湾现在芯片这么重要 全世界都需要台湾的芯片 怎么可能会打呢 就全世界都在保护台湾 怎么可能会打呢 就他们觉得这一派的人 他们觉得台湾现在是空前的难受 也空前的安全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就这个50%多的人里面呢 也可以看到其实就超过半数了 大多就等于是超过半数 大多数的民众根本其实还是不觉得台湾会被打 那当然我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 因为文贵先生很早就开始一直告诉台湾 会有战争的危险 所以说我最近也告诉他们 但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是这样子 我在两年前三年前告诉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是觉得说 哇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他说你参加这个组织 你不要这么认真啊 你是疯了是不是啊 他们当时都是这么跟我讲 但到现在我跟他们讲说会有战争 他们大概都是可以接受 就算他不相信但他也可以接受 他也觉得说 确实是有可能会有这个风险的 但是他可能最终他还是觉得不会打 为什么就像刚刚讲的 可能是因为就台湾的芯片问题 是很安全所以不会打 所以总归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现在大部分的民众 觉得不会打 但是呢确实他对于中共对台湾的这个 威胁或者说这种意图 想要侵略台湾的武统台湾的 不管武统或者是这个另外一种统 这个我这边也特别提到一个 其实台湾最近在吵的最凶的不是武统 台湾最近在吵的最凶的叫做河统 也叫我们叫内统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文贵先生说的卖台贼 就很多人指出说 他们也是分析了各种理由 就是他们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快 就双方发生火战 但是呢他们觉得台湾现在反而最危险的 是被这一群卖台贼把台湾去出卖掉 是把台湾送给大陆 就他觉得说这个这一个是台湾目前最危险的 所以飞飞回忆你的状态就是现在目前整个岛内 我觉得确实还是弥漫着一种比较诡异的气氛 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带动下 台股不断的创新高 已经突破这个两万点的这样的一个新高 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 房地产也非常的热 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大家面临到这个中共的威胁 但是呢又有各种的理由 这个也可以说是之前这个七哥有评价过的 就是说有一点点这种鸵鸟的心态 就是把头直接塞到沙子里面 不可能打不会打 各种理由说服自己说不会打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现在一个比较诡异的一个气氛 这个我回应一下大牛买股票的事情 我看到评论区里面亨特66站有说 那个路口卖菜的大妈都开始炒股票的时候 说明股市就危险了 这个真的是真理啊 这个是真的是真理 今天然后看到了是说应该是昨天的消息吧 我看一下台湾的央行要加息了 对昨天的消息今天是23号 昨天的消息台湾的央行是意外要加息 加息意味着什么 加息意味着他要收紧这个就是市场上的资金 因为我看了几次啊 就是说我都觉得说台湾老百姓好像对于这个自己本国的实际上的这些经济数据啊 还有这些政府的这个运算好像并不是那么热心和关注 就是说美国美国以前的老百姓可能也不关注啊 但是现在美国因为国债借的太多以后呢 现在老百姓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国家到底借了多少钱 我们到底要怎么还 但是这个而且呢 美国现在普遍是对于接下来的股市也好房市也好 就是大家都没有一个好像很好的很乐观的预期 这个就变成说这个美国的股市虽然一直在冲冲冲 冲了一下又下来了冲了一下又下来了 因为股票其实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一个 就是他们就美国这边的这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告诉老百姓说 你想要在股市上赚钱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投资 就国外人讲的你要做投资 就你看好他这个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 就股票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公司 他真正有价值长期他是会赚的 但是短期你几乎不可能赚到大钱 因为因为庄家手里他是知道筹码在哪里的 他知道他眼睛里面看得清楚 尤其是大的机构 他眼睛里面看得清楚筹码分布在哪里 多少就是说你可能也看得见 大家筹码都在哪里 这个开多的开少的都在哪里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波是他的钱 是不是你看不见这个筹码具体分布在哪里 他是完全知道筹码具体在哪里 所以短线上面他肯定是会把你 一刀就杀下去了是不是 长多了 然后他看到哎呀 大部分的筹码都到你们手里面去了 然后我就我就可以砸了 是不是我就可以 就有人多的来变化了 对不对 他就砸给你了嘛 因为如果他是其实手里是完全清楚 但美国现在就是大家现在就没有这个心情 就很多人还是就对于未来这个股市 哎呀这个很尴尬 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 而且真的是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少 所以台湾老百姓如果是现在光看这个股市啊 就跟这个66战友说的一样 大妈都开始去买股票 这个股票可能真的就是有危险 但是他危险他在哪个点上会咕隆咚掉下去 现在不知道 现在就美国现在人最搞笑的是 他说哎呀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股票已经是泡沫化了 但是呢我们觉得还有20%上涨的空间 找到那个点 他说SNP500找到6200点 然后他说这是泡沫那个破掉的那个点 他说现在还可以涨 所以大家都很疯狂 疯狂 非常疯狂 所以所以现在现在这个台湾 但是我们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主题 不要那么开心 讲一讲到股票就开心了 但是我们回来说 这个台湾到底有没有这个危险 就台湾人自以为自己的这个AI产业 其实你一直晾在 就你有一个宝贝你知道吗 你有一个宝贝 你看大家都看我魔戒对吧 就每个人 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都会因为这个宝贝 然后突然之间最后就 那个人就变成一个咕噜了 对不对 就变成一个疯子 就大家都看到这个AI的价值的时候 就是这就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了 是不是 大家你想想看 所有都知道你这里有宝藏 你说你说 你说如果我在地图上标好 这一块下面全是宝藏 黄金万两对不对 这个是永远攫取不了的宝藏 你认为你还可能安全吗 你想想看你还能不能安全 就讲到诡异的事情 我们最近有很多很多这个诡异的事情发生 就是郭先生一直说这个就是 这个灭共来自于北方 我这两天有关心一下俄罗斯这边的消息 想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因为看了俄罗斯这边的事情呢 我就特别觉得说台湾可能真的有一些危险了 就昨天的事件应该我想 几乎大部分的战友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就俄罗斯有一个大剧院啊 这个大剧院这个发生了一个爆炸 它是在大剧院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 是在莫斯科的西郊 就是大家听到莫斯科的郊外 那不是真的是乡下地方 它是一个就是城乡 就也不知道城乡结合部了 就是是一个郊区和市区结合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繁滑的地方 它是一个大型建筑群 就有商场啊 有酒店啊 有展会啊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大型建筑群 然后这个建筑群里面的一个剧院 然后突然之间爆炸 不是爆炸了 昨天发生了这个枪击的事件 那么枪击事件 昨天说是死掉一百 四十个人 好像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一百个人了 大家看到视频 视频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惊 我还去这个找俄罗斯那边的战友去确认说 这是真的而假的 对不对 这怎么可能就突然之间 这个俄罗斯这个开始发生枪击了呢 那更诡异的事情是说什么呢 这个在昨天是22号 3月7号的时候美国就警告俄罗斯 他说以我们的观察 很可能后面几天就会在剧院之类的这种场所 就人口聚集的 他特地提到剧院的 人口聚集的场所发生这些恐怖袭击事件 而且他告诉他说 我指的绝对不是乌克兰人对你的袭击 他说乌克兰人的这个对俄罗斯的袭击呢 我是我们不会用恐怖事件来描述 然后他是这么说的 那这个当时普京就根本就不认他这种说法 普京前两天就在这个 就是对于情报机构的这个会议上 他不认美国这种说法 说美国这个是恐吓 说这个瞎说 说他们是瞎说 然后昨天就发生了这样子的这个袭击事件 那么袭击事件以后呢 大家第一个会想到是俄罗斯 对不对 大家肯定想是不是俄罗斯来报复啊 俄罗斯来报复 但是俄罗斯第一个站出来的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他们的反对派 那大家肯定也想到反对派对不对 反对派 反对派就是纳瓦尼的那个太太一双 他就出来说 哎呀我表示很同情啊 这是跟我们没关 其实他就意思说这事跟我们没关 乌克兰也站出来 他说这是跟我们没关 他说这是这个叫什么 我们乌克兰只会在正面战场上 就遏制你的军事行动 我们对这个到你国家里面去搞恐怖活动 我们没兴趣的 然后呢 这个欧洲啊 所有的人都出来说了 这些外长啊什么德国啊 法国出来说 哎呀这个事情性质太恶劣了 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干的 然后谁站出来说 这个事情是他干的呢 是驻扎在塔利班的这个ISIS 他的一个风质叫ISISK 他说这事是我干的 哦天哪 然后美国就马上确认了 他说对就是他们干的 他承认了没错 我们前两天发现的情报 也认为是他干的可能性比较大 哦这个事情就奇怪了 那么今天早上呢 就刚刚这个开直播之前 我就又查了一下 这个说四名枪手已经被抓到了 那么如果抓到了枪手 其实很好确认 他是不是ISIS 但是问题是说 美国人说是ISIS ISIS说是自己干的 但俄罗斯人不承认 现在也不说 他也没说是 也没说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很奇怪吧 ISIS是驻扎在哪里啊 塔利班 塔利班是跟谁建交 跟中共建交啊 这什么情况啊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 是不是很奇怪 那么我们听到一些 这个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消息啊 就是说啊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现在情况不好 就是说整个国内经济 这个非常依赖于中共国 就是说他自己没有轻工业 他到了冬天是没有 就是地里长不出东西的 他都要靠进口 那么进口现在最大的国家 唯一现在还能愿意 跟他做生意的国家 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中共 一个是这个泰国 据说现在在泰国 据说现在在泰国 就是说你可以 很多中国人都被赶出去了 那很多人 俄罗斯人过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在泰国可以直接用俄语交流 就是接下去 你可以看到 泰国被俄罗斯人殖民了 但是那主要的这个供应链呢 还是从中共国过去了 但是俄罗斯人的生活 现在过得相当的艰苦 就据说呢 俄罗斯现在的物价 几乎涨了十倍都不止 就你的收入没有涨 但是你的这个东西就越来越贵 因为给你供应的人越来越少了嘛 比如说有一些以前从欧洲过来的东西 都变成现在要从其他地方 要转很多道口子 你才能到这个俄罗斯来 他们说现在除了土豆是便宜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便宜的 那那个俄罗斯人 现在男性呢 又被要求要去征兵 那据说啊 就征兵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你如果想要逃呢 就是说你想要逃 你怎么逃呢 你在马路上都有可能被这个便衣警察给抓住 你怎么不去当兵 然后被揪去当兵 所以你可想而知 整个经济几乎是坍塌的 那么很多还说呢 但对中共国的这个抱怨呢 不是因为你给我供货 我就对你没有抱怨了 他们对中共国的抱怨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说中共过来的五金材料一塌糊涂 质量是一塌糊涂 然后尤其是对于食物啊 他们说现在中共过来的食物 就是说那些蔬菜 其实卖蔬菜的老板是自己不吃的 为什么不吃呢 因为你知道他的运输 其实还是有俄罗斯这个地域多么广阔 然后从中共国运过来呢 就整个他的运输途中时间是很长的 如果他不撒点什么东西啊 就不撒点吃的会让你挂掉的东西 那那店主就会获产的 因为他根本就过来这菜就腌掉了嘛 但就你看到一把这个黄不拉几的这个青菜 你也不可能把它买回家 但是你吃下去呢 你又有可能 对吧 也不知道在未来某一天 你就吃了这个甲犬超标了 对吧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喷甲犬啊 反正总共要喷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现在对这个中共国是怨声载道 就是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是怨声载道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据说中共国不是和这个俄罗斯做了这个很多的能源买卖吗 但是呢 这个能源买卖的时候呢 我卖给你能源以后中共国不给钱 中共没钱 那我就昨天我就纳了闷了 因为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也不是什么特别高层的这个人 就是就是自己啊 有一些这个消息 我在想这个为什么这个中共国 就问我人民币不是他自己印的吗 他怎么能没钱呢 是不是 大牛你想是不是 我一点钱给他不就好了吗 但大家想啊 印钱这件事情不开玩笑了 习近平连为自己的地方政府他都不愿意印钱 他要让银行去为老百姓借钱 借完钱以后去给到这些地方政府 他怎么可能为了你俄罗斯政府去印钱 你要知道他印出来 比如说他又印了几万亿 把这个能源的单子买了 然后这几万亿就流通到你俄罗斯去了 俄罗斯不就付了吗 他就有很多很多你的人民币 他会拿着你的人民币到你中国去买东西的 对不对 那你中国的物价不是又轰一下就抬起来了吗 就是你整个通胀 现在他就是不想让这个国家一下子通胀 涨得太厉害 他的老百姓现在他已经维稳很困难了 是不是自己也没钱维稳很困难 他只可能为了他本人的利益 万一不行要通胀要印钱 他才能印对不对 他家什么习什么什么什么要钱 他没办法了 他可以给你去印点 你这个贾庆林家的小马仔我都给你抓了 我差给你俄罗斯普京印钱怎么可能 所以现在这个变成这个账单都没有办法付 你想想看可讲而知这个关系紧张到什么程度 然后昨天用一个ISIS去轰去把人家的这个大剧院给打了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就现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两个国家这个北方民族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不知道 而且现在这个北方民族据说现在国内已经开始打内战了 就这个内战呢就说已经要真实浩浩荡荡要打到俄罗斯这个莫斯科这个首都去 你想这个普京现在是多么的尴尬 他坐在这个位置上 那他现在第一他肯定对你习近平现在不满的 对不对 你让我对吧 你去打台湾我去打乌克兰 结果你自己缩在后面不打了 就把我一个人抵在前面 现在我想跟世界谈 世界也不跟我谈 是不是 大家都不跟他谈 美国人不跟他谈 那他现在怎么办 他只能来逼你中共啊 是不是 你要么把你的外汇给我 把你的人民币给我 把你的货给我 反正不管什么东西 你总共要让他给我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叫什么 那要么就是你帮我把外面的这个强敌给干掉 是不是 我们大家一起去把外面的这些 对我们有压迫的这些人 对不对 坏蛋 对吧 全部给干掉 那么把他们干掉了 那世界就是我们的 我们两个就分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两个矛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了 那你认为说 普京现在会不会给习近平压力 百分之一百会给习近平压力 那么现在 那我就讲了 你说打仗要什么 打仗要钱啊 打仗要钱 那我现在 你想想看 以前打仗要钱 去干嘛 去挖木嘛 对不对 以前不是就去挖木嘛 国民党的时候不是 军阀混战的时候 不是打打打打打了没钱了 就去挖木 那你说我现在打仗没钱了 我怎么办 我去抢宝藏 宝藏在哪里 宝藏在台湾岛上 你认为你认为你这个台湾还能不能安全 虽然我就是 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依据啊 这个我这个都是按照我自己对于现在事件一件一件把它串起来我的理解啊 我认为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这些诡异的事件发生以后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这些事情也很重要 就是前天 前天就在他那个他的这个音乐厅被炸的就被攻击的那个同一个时间 同一天那个俄罗斯对于乌克兰进行了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击轰炸 他的轰炸是针对什么呢 是针对他的这个能源 能源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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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供电系统啊能源系统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东西 那这一次轰炸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导致了他的那个扎波罗蛇这个核电站 大家都知道乌克兰有很多核电站 直接于电网就是脱脱脱就是断线断了五个小时 大家知道他里面都是核反应堆啊 就是他们现在欧洲人都很害怕 就是说这个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就是说你这个俄罗斯人现在这样炸 然后就是根本就是眼睛也不长的你乱炸 你真的把核反应堆给炸没了 你一个炸弹上去抓到核电厂上 然后把核反应堆给炸没了 你说不要等你来发什么原子弹 整个欧洲又陷入了一个这个核威胁当中去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紧张 大家都知道普京一直想谈 但人家不跟他谈 不跟他谈 他一直威胁说我要用核武器 但他现在没有用核武器 他另外一个方法又给你造成了一个核威胁 你想想多吓人啊 你想想多吓人 就是说他们现在感觉感觉这个 因为现在不是说我们拿大众的逻辑去理解他们 我们应该就是说要看看这个独裁者 他到底自己是怎么想的 就是说因为权力现在掌握在独裁者自己手里 你怎么办 他发疯你也没办法 是不是 他可以一按按钮就原子弹就来了 他让飞机去炸这个核电厂就炸没了 所以现在他们有一种很激进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这些人他现在已经变成说 他是一个激进的做法 他现在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们不是说他一定百分之一百会打台湾 就也不知道他的对手盘 比如说美国这边欧洲这边 其他的这些势力会不会有一些遏制他的手段 那么问题是说就是我们以目前的这根这个局势来看 这个藏宝藏的台湾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危险了 菲菲听你这么说 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很危险 这个随时都要来这个台湾来这个掠夺了 但是呢 这个你刚刚说到这个 其实有一点是这个泰国现在很多这个俄罗斯人 刚好我们农场今天有一位战友他分享 他分享什么 他说去年他到这个荷兰去玩的时候 他到那个红灯区 荷兰的红灯区去 他说之前这个荷兰的红灯区 大部分就是他外面会有一些固定的这些 可能一些工作人员 或者甚至是一些保安 他说很多以前都是俄国人 但那时候他去了时候呢 变成是哪里人 是中东人 全部都变成中东人 结果他就问了 结果他就跟朋友在这边聊天就问了 问了之后说什么 说俄罗斯很多黑帮 包括俄罗斯人 他们全部都移去东南亚了 甚至很多都从去年就已经从俄罗斯的境内 已经他连欧洲都不去 他直接到亚洲就到东南亚 亚洲这个东南亚这边 泰国马来西亚等等 直接跑到这边去了 那你说是不是 因为去年我们都知道是瓦格纳的这个事件发生 然后到今年又刚刚要反叛投资 今年又在监狱里面又突然的猝死 然后马上又这个什么 他们自己宣称他们做的到底是谁做 我们也完全也不知道 只是说一系列发生这些很奇怪的事情 好像俄罗斯刚刚提到的 当然我也不知道战友分享的 就是结合刚刚飞飞讲的说 泰国很多俄罗斯人 是不是早就里面有一些这种迹象 当然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的话 那肯定就像刚刚飞飞讲的 我今天我是独裁者的话 要么我就等着人民来推翻我 我就是要么我就被人民干死 要么我就我就是我先去干别人 我先把你们全部弄到战场上 所以说如果用这样的逻辑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确实俄罗斯他内部呢 现在他也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因为为什么他们最近 我看到俄罗斯的好像有一个下议院的议长 他也说什么 他说他们计划用核武去炸巴黎 对威胁越来越大 那时候2022年我记得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接到七哥的电话 就说这时候确实台湾真的很危险 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你看那时候是刚好是俄乌战争的时候 后来大家也都在讲吧 就俄乌战争其实伴随着 其实马上要来的其实就台海的战争 那你看现在一方面是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内部的一个动荡问题 他会不会进一步真的 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地位跟权力的问题 他去扩大了这个战争 那一旦扩大这个战争 首先台海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这个确实我们也不知道 只是如果看2022年的话 那这个感觉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时机点 那就像刚刚飞飞讲 那如果说俄罗斯他跟中共又交恶的时候 那一样嘛 那变成刚刚我们是讲说是俄罗斯 他内部不稳定 那俄罗斯内部不稳定 你中共人民现在也看得到吗 如果都看到了 哇俄罗斯都发生这些政变了 是不是甚至是有一些这种叛乱了 那中共内部也更不稳定 加上北方来的这个不安定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你导致你这个独裁者 你这个独裁者如果说你最后自己政权不保的时候 你是直接就是你性命的问题了吗 那与其我性命问题 我直接跟你对不对 直接跟你放手一搏 那我打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打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最有可能的一个机会 就是等于是独裁者的这个他的这个地位 是完全不保的一个状态下 就达到了一个临近他的这个地位 要退断的一个一个一个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他突然就出兵打台湾 确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可能 那当然之前我也请教过那个七哥 我说七哥到底什么时候 就是啊 是中共最有可能打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七哥回答是这样 他说疫苗灾难跟经济危机 在金融危机金融灾难同时到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台湾最危险的时候 是中共最好进攻台湾的时候 那像我们最近我们农场的这个一个顾问 纽约客栈他也分享 他说哎那你看如果说现在美国的两党 他们的这个斗争 如果啊其中一方 他有可能他这个不一定 他这个选举对他是比较没有力的 哎会不会他故意联合这个中共 哎中共在台湾故意搞一点事端 哎因为这个台海爆发战争了 所以美国进入这个临时战事状态 所以总统不用选了 哎这其实种种这些都是有可能 所以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是 就台湾不要真的是天真的以为说我有这个芯片 所以我就很安全 是这样讲没错 但你有可就像刚刚讲这个 我觉得非非比利的魔界也特别恰当 就你有这个芯片 你有这些半导体 你也恰恰你可能更危险 因为双方都要你嘛 我今天他拿走了 或美国现在不断的去直接是 你看这些举动都是在承认台湾的这个主权 或承认的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 其实是不断的在踩中共的红线 你哪一天直接真的是激怒他了 到了那个甚至伴随他其他的这个 内部的一些矛盾的这些压力的时候 很可能分分钟他就超过了那个 他想打台湾的这个决心 突然他就这个对台湾发动这个战争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说确实在台湾的这个民众 我觉得真的我们都要做好一个准备 不能说就觉得说现在这个台湾有芯片 我们就一定很安全 世界都会保卫台湾 那就如同现在那个主流媒体都说 2027要打台湾 你觉得会是2027吗 那肯定不是吧 都已经讲2027了 那怎么可能2027 那肯定是往前吧 一定是2026 2025甚至2024 那怎么可能乖乖跟你按照剧本来演 就2027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 我们不能再活在一个比较天真 跟一个幻想的这个世界当中 确实是要去面对到很残酷的一个 这个现实 贝贝 这个戴牛跟我们讲了 就是他也分享了这些 我们这些收集来的这些小道消息 这个中东的人开始去做保安去了 对不对 然后俄罗斯人的黑帮们都逃跑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讲了很多 这个独裁者会怎么干的 这个美国政府会怎么干 但归根到底啊 戴牛你要想想归根到底 我俩也不是独裁者 也不是他们的一分子 我俩也不是美国政府 这些高层的一分子 人家根本就不带我们玩 对吧 我们也挤不进去 就坦白讲说我们的利益和他们完全不相关 就他们获利的时候有可能 就他们赢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输的时候 就是他们一旦赢 我们可能就输 不论是美国政府也好 那个什么独裁者也好 很有可能的 但你看到这些俄罗斯的这些普通人 他们都是有智慧的 我觉得俄罗斯民族还是有智慧的 我管你打仗啊 不打仗 你跟乌克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先论了再说 是不是 我先跑了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去泰国晒太阳了 跟你们拜拜 对不对 你们是吃土豆也好 吃番茄也好 跟我没关 我去泰国吃这个 我的帕太吃了 跟你们拜拜 所以我们这些老百姓啊 我觉得说我们要更多的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讲 我们中国老百姓也好 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台湾的普通的老百姓也好 美国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也好 还有美国的这个华裔 我们都属于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啊 尤其现在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格局当中 我们要为多为自己考虑 就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对我们有利 第一战争一定是不利的 那这个但是你会发现啊 无论是这些独裁者 还是这些大政府 他们都有一个想要战争的这种倾向 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利的 所以对我们现在唯一有利的 就刚刚我们讲了我们两个 我这个俄罗斯听到的消息 你在战友那边听到的来自于荷兰的消息 大家发现啊 这个情报这件事情是一个一个力量 它是一种能量 一种力量 它是一种不亚于子弹的力量 它不亚于火器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唯一有这个力量的就是新中国联邦 而且我们一直从来 我一直觉得我到今天为止 我就觉得我们是一场没有血腥味的 这个要改变世界格局 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 所以说郭先生一直倡导的是 以共灭共 对不对 他没说让大家拿起狼头斧子 然后去去打打杀杀我们要以共灭共 要和平的让这个政权能够变成一个 这个一人一票的这个政权 这是郭先生最高明的地方 而且是更多的体现了 他是站在普通草根民众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的力量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情报 那中国我们古老的话就叫做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对不对 方能百战不殆 就只要你能够知己知彼 我们就不会输 对不对 只要知己知彼 那么现在问题是说 我们只能和 我跟大牛只能有点灵性的 对吧 小道的消息 两个人拼拼也不过 一个是荷兰 一个是俄罗斯乡下 对吧 太阔马路上的这些消息 是不是 我们两个最多就只有这些东西 但真正有核心消息的是 在这个MDC里面 现在被囚禁的这个大脑里面 是不是 是他的人脉系统里面 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现在想要能够安全平稳的 就是获得我们更好的生活 更安全的生活 保障我们财富的这个生活 我们还真得靠这个 以共灭共的这个大脑 就是说我们现在手无蹭铁 我们真的拿了家里的榔头厨子 你也不可能干过人家的原子弹 是不是 你想也不要想 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 你只能以另外一种形式 对吧 你不能以己之短去勾人之长 是不是 你只能 我们现在有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有情报 情报就是力量 然后我们可以以共灭共 然后我们可以不流血 然后可以破了所有想要打仗人的局 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了 我这场真是觉得说 哎呀 这个太太神奇了 这个太牛了 就真的是 你想想看 你不然的话 我郭先生一直说 台湾是被上天保护的 那台湾怎么被上天保护 如果人家真的是要 要举着这个枪 举着大炮 要攻过来的时候 台湾如何被上天保护 台湾唯一能够被上天保护的一个办法 就是台湾人能够发现 以共灭共 能够从内部瓦解共产党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真的 就共产党其实就是一个组织形式 我们也不要去横谁 对不对 我们也不要去怨谁 总而言之 把这个组织形式给替换掉 把人民的这个生活方式给改变掉 这就对大家是一个巨大的福利 不要横谁 不要怨谁 把整个机构能够一个新的方式组织起来 一个人能够适应生活的环境 能够组织起来 这对中共大陆 中国大陆对于台湾 对于全世界 我觉得都是一个 这个未来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而这个盗国贼 我觉得就是说 让这个时代去给他们一个 他们应该有的评价和审判 这个不是我们要审判他的 当然他得把钱还出来 对不对 还给14亿的这个中国老百姓 这是他们几十年几百年 他们祖祖辈辈 劳动所换得的 这理应归还给这个大陆上的这个老百姓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以共灭共 跟着新中国联邦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人民也好 中国大陆老百姓 全世界人都应该支持新中国联邦 支持现在这颗伟大的大脑 我觉得这个 我相信这个大脑只是说是 他有这个 就是说他的可靠 他的可信 而在他背后是 所有的愿意为这个时代更好的 以和平方式 能够这个就是带给更多人福利的 这一群人在为他提供消息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中国联邦的力量 其实不仅仅局限于说 这个我们我们我们现在 我和大牛张这两张老脸了 对吧 大牛已经很脚脆了 大妹妹已经带得快空过去了 不仅仅就是只有我们这些人 你们看得到这些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情报网 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这是一股巨大的善的力量 想要推动这个世界往和平的方向 去这个完成人类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革新 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你最后总结一下吧 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这个飞飞刚刚已经把这个重点全部精华都已经说完了 就但因为确实这个我们飞飞秀真的是 尤其也在这个油管上面的这个流量 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剪辑的小视频的这种流量是很高 所以说呢真的也特别的这个感谢 那在这边我也想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 然后如果真的有更多的台湾民众可以看到的话 就我很想讲就台湾现在什么 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就不是说我们今天台湾你有重要的这个芯片 是没错 你有就是因为你有重要的芯片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地理位置 甚至是提到了什么上帝的眷顾什么这些 反正不管如何 就是因为这些重要的夹杂在一起的这些价值 才会让你台湾会被现在大国之间的这个敌对的这个关系 甚至是厮杀的关系 让你在中间会显得是特别的难受 就是你很有可能随时发生这个危险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去认清这个事实 就我们现在其实在物理的这个防备上面 现在民主联盟就对于台湾的这个军援啊 法案啊等等各方面不断不断的在增强 不断的在这个武装 在这个我们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个智慧的这个能力 但是呢就是我们在新防上面其实真的是远远的不够 就是呢这个2020年反送中的时候 其实台湾真的很多民众是深有同感的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2024香港通过的23条法案 台湾民众基本上已经没有感觉 没什么感觉 就这个是为什么没感觉 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 是因为台湾现在的现况 乐于在股市啊 在各方面甚至是觉得说 我刚讲的啊也不会发生战争啊 然后从疫情之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世界各国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好的阶段 台湾的就是刚刚提到 就半导体的这个产业 它是整个逆势成长在这个疫情之下 所以台湾民众根本不觉得台湾会是一个 变成下一个香港 才会对于23条法案是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说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认知上面的问题 就第一个对于共产党的邪恶认知不清楚 第二个对于共产党它的野心认知不清楚 所以说呢 我们战友们去传播的这个共党的邪恶 还有过往七哥的这些爆料 这些共党的这些阴谋诡计 他到底想干嘛 想对这个世界做什么事情 怎么去变成老大 怎么去干掉美元的 这个我们必须通过 我们战友们不断不断的转发 就像最近的那个Dr.K嘛 对很多人的不断的去转发 不管怎么样 这种你看对不对 他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 对他不断的激怒 他下面这么多流量 我先撇开到最后会怎么样 这时间不管 对不对 但是至少新中国联邦的国企 还有他告诉了 他现在至少现在是这样 他告诉全世界 对不对 Miles Gore的事情 他都看得清楚 这个怎么可能 里面没有受害者 你说这个里面 没有共产党的影子在里面吗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但是他造成的这个影响 我相信是很多民众都看到 所以我们要抓住 这样各种的机会 我们去传播 就第一个就中共 他不代表中国人 就这两个是完全是分开的东西 就在台湾也很重要 全世界都很重要 对不对 这完全是分开的东西 我们今天没有要跟14亿的中国人为敌 我们两岸的同胞都是 这个你农我农 我们是非常的亲密 非常的这个相亲相爱的 但是就是因为有共产党在这 就是是因为共产党的存在 对不对 你今天比如我跟菲菲 如果今天菲菲在对岸 我们感情这么好 就像我以前去对岸一样 感情大家很好 一说到台湾的时候 就突然就好像你知道 好像那个中邪了 你们台湾是我的 你知道吗 好像真的中邪那种感觉 对啊 就没有必要吧 神经病啊 就像之前七哥问 台湾就算被共党拿回去了 请问一下对大陆墙内的 你们所有的这些民众 你有什么好处 大家为自己想一想好不好 对啊 你说你是每个月 你会多这个1000块人民币的收入吗 还是你的月退 退休金你多500块 不会嘛 完全不会 那到底到底干嘛呢 那你这么的愤慨 然后这么的想要拿回台湾 这干嘛呢 那就就算你说 好这个一直在讲的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对不对 到现在都从18大之后 一直讲到现在 好啊 就像让你当上世界老大 请问一下 当上世界老大之后 城内的民众又能怎样 对不对 你生活会改变吗 那不会嘛 可能更早 你讲讲绝对的 我跟你说 只要习近平当上世界老大 中国老百姓可能过得一塌糊涂 比现在还不如 对啊 是不是 那你看对吧 就是我听一些战友在聊 比如说是90年代 对那时候还没加入WTO之前 哇对不对 那时候至少还有一点点的稍微一咪咪的自由 现在有自由吗 对不对 越来越说紧 这个就不 我们就不再去说 节目坏尾声 只是说呢 这样子就是说 我们本身就是 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存在 所以我们要告诉全世界 就是中共不代表中国人 就我们对抗的是 中共这个政权 这个邪恶的这个体制 我们要消灭的是他 而我们如何消灭 会达到最低的一个这个成本 这个郭文贵先生已经告诉全世界了 对不对 就是以共灭共 而且以共灭共已经在进行当中 刚刚飞飞提到 不管多少的这个 甚至梦 就是今天那个导哥也提到了 梦可能快被抓了 对不对 咯吱咯吱想 这个都在以共灭共啊 对不对 你共原本是这么这么庞大 他现在把它全部弄到 只剩下一个点上面 你弄到剩下一个点上面的时候 那是不是就更好去处理了 对不对 甚至是就几个家族嘛 之前这个七哥也说过 所以说呢 这个是新中国联邦 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样的一个实力 去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不相信的话 那现在的习 他之所以可以成为习屠宰者 那就是因为以共灭共 他所造成今天的 以共灭共不是说 他是突然出现 他是不断的在进行当中 到了最后一步 直接把共产党这个体制去消灭掉 所以说我们要眼见为平嘛 我们看到的这些事实 我们要相信 对不对 这个一切都已经在发生当中 而现在呢 最大的问题 就像台湾最大问题 是卖台贼 就是呢 这些顶级的 就是这些上层的这些政客 很多的呢 他们还是只注重 个人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去为了 大多数人的利益去着想 所以我们有 在民主国家 我们有选票的 我们就必须用选票 去推动他们 我们要告诉他们 我们就是要灭共 比如说像Dr.K 对不对 更多人喊出说 我们要take down CCP 你看如果说 以后出去 大家对不对 take down CCP 已经变成是一个 流行的口号的时候 那真的 我相信各国的政府 他已经是 因为他知道 我如果不take down CCP 我不有这些出台 跟中共去脱钩这些法案的时候 那我没有选票啊 对不对 那我怎么去选举呢 那我当然要顺应的这个 这个时代这个潮流去走嘛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就是 我们战友在做的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传播共党的邪恶 当然还有包括中共 不代表中国人 跟我们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因为唯独这样 我们才能去保障 跟这个保护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的家人 嗯 贝贝 嗯 没错的 我们更多的就是 要为站在自己 自己家人的利益上 去考虑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 推翻共产党 不要跟美国政府挂在一起 也不要跟台湾政府挂在一起 更不要跟习近平挂在一起 他们会不好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他们越好我们越糟 我觉得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怎么推翻共产党 我们怎么 就是说能够过得更富裕起来 怎么能够享受 接下去这些 AI芯片带来的社会福利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仔细考虑 然后认真推动的事情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结束了 然后感谢大牛 大家都辛苦了 我们战友 在观看节目的战友 也都辛苦了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 谢谢 Take down CCP 他要挑起的地区争端 在亚洲主要靠北朝鲜 国际争端 主要靠伊朗和俄罗斯 那最近的共产党 地区终端 这个狗 可以说是疯了 到了极致 在南美 南半球 包括在非洲 他所有的渗透 都是这些人以票数 因为他没有武器 没有热点地区 主要是在联合国 投票当中 共产党操控这所谓投票结果 这一些能看明白什么呢 就共产党 通过亚洲的所谓的 这种战略性的动作 完全依靠俄乌战争打赢 让他和俄国再还手一起 再拿掉台湾 这种战略是多么的 看上去好像是多牛叉似的 但你但凡懂国际常识 这都是极为愚蠢和无知 而且是危险的 为什么呢 他选了一个最大的两个错误点 世界经济危机 而且经济危机最受害的可能是 欧洲 美国 经济法大体 这个时候 你想挑动这种地区性的 这种所谓的不稳定 和国际不稳定 你想用这个来捞取好处 最后换来的事情 美国和欧洲会强烈的 一集体的来对付你 把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专嫁给你 是吧 另外一个 共产党在内部搞的这种 所谓的抓住国际 前所未有的千载难逢的大好形式 中国人要吃草吃三年 要选出一个当皇帝的总统 然后所谓的给你政治改革 千秋万代 打这一仗 让中国人能统治全世界 这种野心会把中国国内的愚蠢 和极狭隘的自私主义 和被洗脑后的奴隶思想 变成一个极危险的民粹思维 这种民粹思维就真的敢战争 就我说的被煽动的小粉红 要打台湾 我要捐一个月工资 你们连饭还没得吃呢 你捐一个月工资 是吧 然后就真的会开始战争 这个战争很有可能会变成 内战外战叫混合战 本来要打台湾的 跟美国在南海要较量一战 干一仗的 结果变成了中东的能源失控 台湾战争彻底失败 南海彻底失败 最后中国内部内战 内战就是什么 那就失控了 他不光杀共产党了 那谁都杀呀 路人故事 你故去还不回 人世光轮转与你相会 故人故事 你故去还不回 人世光轮转与你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